常約給到Yukah Chiki 燙燙燙燙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呢想跟你們一起剪瀏海 那我本來就已經有瀏海了 所以今天要剪什麼瀏海呢 我想要把我的瀏海給增厚 我發現我最近的瀏海真的是空氣到了一個極致 然後它就會到處的崩裂 但是你們現在看鏡頭呢 我這一邊的瀏海就特別的空洞 給大家看一下我美人間裡面的頭髮 到底多有彈性 我這邊的頭髮一打開 它們都不會在中間 不管我洗了多少次 它們都不會在中間 所以呢 我就必須靠我上面的頭髮來填補我的洞 那今天剪瀏海呢 也是有可能會剪失敗的 其實我也是蠻緊張的 我超怕剪失敗的 剪失敗的話呢 就讓佩佩子來帶我出場好了 首先呢 我準備的東西有 一個鯊魚夾 一個綁頭髮的 還有一些 小黑夾可以把瀏海給夾住 然後選一件之後可能穿不太到的上衣 因為剪完頭髮 可能衣服上面的頭髮就會洗不掉了 拿男朋友的衣服來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首先呢 就先把確定用不到的頭髮都綁起來 或者是夾起來 那我之前看電視上 它是說 從耳朵的這個最高的地方上來 到頭頂這位置 這部分的頭髮都可以當瀏海 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我就多抓一點頭頂的瀏海 旁邊用不到的頭髮就一定要把它固定住 這樣看起來會超級厚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先從中間比較短的瀏海開始剪 所以我也一樣用小髮夾 把旁邊的這兩戳比較大戳的夾起來 我也看不到 看不到前面 那我就先把這一戳都剪掉 好 那要修這樣子 我先去把瀏海這邊的髮根再洗得順一點 吹頭好 吹好 洗好的時候 就好像有這麼樣的感覺 有吧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凌亂 那我留了這麼多年的瀏海經驗呢 如果你這邊稍微寬一點的話 你這裡就要留一些稍微長一點的瀏海 不要讓這個平平的面積太大 這樣會變得很呆 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收起來了 這邊的瀏海可以收起來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的把它修順一些 然後側面這兩邊的瀏海可以稍微短一點 因為這邊比較容易會戳到眼睛 那剪完洗澡洗好頭髮 吹完就差不多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目前看起來還蠻成功的 那我現在就用電棒把它先燙一個潑度 喔 不錯齁 是不是還不錯 那我們把旁邊的瀏海放下 啊 怎麼這麼亂啊 完成了 我感覺好像恢復到以前的自己 瀏海變厚了 眼睛感覺變大 瀏海剪得非常成功 原來我有剪瀏海的天分 反正呢 我覺得瀏海這個東西呢 就是剪就對了 那我自己的瀏海呢 是完全不會讓設計師幫我剪的 因為設計師都怕我瀏海長太快 所以就會剪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你們知道瀏海少一點點跟長一點點 那個感覺就會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都還是習慣在家裡面自己剪 也是蠻講私手剪太短的 如果你要自己剪的話 後瀏海跟空氣瀏海要怎麼剪呢 後瀏海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三角區域擴大一點 如果你不想要瀏海這麼寬的時候 你就得往頭頂上面去找頭髮下來剪 那如果是想要空氣瀏海的話呢 就反之 你只要把這個三角區域縮小一點 縮窄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你本身就是後瀏海 可是你想要變成空氣瀏海的話呢 那你就是呢 在剪頭髮的時候 旁邊從三角形旁邊這兩側 慢慢的不要去剪 就是從這邊開始就不要剪 然後你每次剪的時候 就只要剪中間這一段就好 假設是這樣 這兩邊都變得比較長的頭髮之後 你這邊就會變得比較稀疏 那就會有空氣感啦 但是你們看我現在這邊還是 就是會這樣開一個出來 我等一下再去問一下我的頭皮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好那今天的剪後瀏海計畫 我覺得是蠻成功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小小的改變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這影片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喜歡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Web都歡迎你們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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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哪裡有變 變可愛了 我沒有說說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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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